学会了中医中药的方法和理念去治病救人 周润峰老先生救了我一个抑郁症 我又治疗了成千上万的抑郁症 这二十年 这二十年 我说了我治疗过成千上万抑郁症 在我手里自杀的只有两位 也就是说其他人我都救火了 而这两位也是没有听我的医嘱家人 没有看护到造成的 不是我的原因 不是说我拍着胸夫说你能好 然后他就自杀了 不是是我跟家长交代了 我说他应该二十四小时被人看着 因为他眼神不对 所以这个治疗新冠肺炎的方法 我跟大家讲 我认为不管他是什么样的病毒 他的发作的存 他能存活和发病的条件是寒湿 如果你体不寒且不湿的话 你就是一个无症状感染者 或者是你都感染不到他 或者是你感染到了以后 他也没有机会发作 然后呢 你的身体那些吞贼也好 这个除非毒也好 除货也好 就会产生出新的免疫的功能 或者是极致 你就携带了那种抗体 甚至你不戴口罩出入这些地方 你也不会得这个病 我们现在所谓的免疫 所以打疫苗是指什么呀 他不是提高你的免疫力 是把这个病毒做成灭活 或者是减毒以后 输到你体内 刺激你身体 产生什么 抗体 但是有个问题 如果我的免疫力很低下 你刺激我 你等于是让我得了艾滋病啊 对不对 我本身免疫功能就低下 甚至有点缺陷 这时候我防他还来不及呢 你又把它种到我体内 所以从这个观点来看 就知道 现在科学是在病毒身上下功夫 我们是在哪下功夫 自身 那这个病毒没了 还有下个病毒呢 那我没完没了 就整天就是查小偷 你叫啥 对吧 你叫新冠病毒 对吧 那明天他戴个换个帽子呢 变成新冠病毒呢 是不是 他们是根据他长什么样 他戴了个帽子 是吧 还有叫轮状病毒 是吧 他们就看他的形状 我们不看 我们看到更多的是 他背后的气 所以跟大家讲 这个季节 不要给身体提供任何寒湿的可能 所以当深圳降温的时候 捞架 把秋裤穿上 对吧 这一帮纯阳没外的家伙 老是拿西方人标准来说我们中国人 说你看人外国人 人外国人穿西服的礼仪 里面就不许有秋裤 你那个图老帽 我说你咋没看到西方人腿毛那么长 人家自带毛裤 你腿上毛都没了 你还不穿个秋裤 你嘚瑟什么呀 嘚瑟 是不是 他们都一知万解 你蒙别人去 你蒙蒙 寻冰不行 寻冰是拿英语能讲皇帝内心的人 寻冰见过 寻冰在美国待过 寻冰还被某个城市受以荣誉示名呢 我见过以后 我吃过好的西餐以后 我说中国饭好 那是真的 不像你们没吃过好的西餐 就说中餐最好 那你们是想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不像你们隔的 之后 又是订阅 一定是不可能 宝宝 蒙 真的 不能 是 呢 斐